给大家做个小总结 既然是小总结就小总结现在是温哥华时间的晚上11月11号 光棍节光棍节的晚上 干嘛呀因为什么 我从7号晚上出来到11号这几天的是没洗澡没刷牙 信不信有你吗真的有说 一路开过来把手含歌手还发什么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我只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就是只要我听这个地方不当别人 到就行了啊 上地上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写了俩大字叫No parking就不允许停车 但是我管不管的呢我不管的 因为是我把车往这一停我进去洗个澡洗个澡之后呢 我就 出来继续走啊 咱就因为我那个其实我就是来这洗个澡就是为了洗个澡因为四天不洗澡了确实身上不舒服 然后洗个澡之后呢咱们就开车去到那个拉货的就是拉货的就是我看了用那个那个地图呢 用那个百度用什么百度地图用谷歌看了看那个地方是可以停车的 我觉得不错 明天一早6点钟起来啊 所以说我就 我就很舒服啊我现在一直想洗完个澡的干嘛了 我想吃点火锅我牛耳朵就化好了 又饿了一天了 那两天天天就是方便面 鸡蛋要白就是啊 今天我买今天我这儿还有点好吃的给大家看看 行了 待会儿我吃好吃的时候给大家说说因为这个地方停车的贼搞笑什么就27个大卡车的位置 就能听27辆大卡车 所以说呢 我就是 停在加油站旁边 停在加油站旁边的就是 稍微 过过火后 咱能去洗个澡我估计是排队洗澡 估计怎么还得半小时最少最少半小时啊 现在 现在当地时间7点50我希望是9点钟 8点半之前能洗个澡吧 如果8点半之前洗不了这个澡我得说他们不自己洗洗洗之后呢 你吃饭 舒服啊对不对 给大家 吃不我得沐浴更衣啊对 不沐浴更衣怎么给大家吃饭 不一个一个大家 吃晚饭 看看今天晚上我的火锅怎么吃啊今天哥们的火锅哥们带了 那个哥们带了一种料 这个料是辣的貌似叫什么 麻辣香菇火锅底料 待会儿大家跟我一块吃 别着急 等刚刚洗完澡的咱们一块出来吃 牛逼不 可以Action 今天是几号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啊11月11号 你知道吗 三喜临门 哪三喜 第1喜 光棍节 第2喜什么 中国的叫做双十一购物顶买 第3级啥 在加拿大小伙伴都知道今天有memory 就是老兵节啊 纪念那些二战特种兵的哈 那些那些 二战特种兵 打仗的 士兵 好吧 今天我们今天这么多三喜临门了 今天咱们吃点热乎的哈 看着看着给大家看看 这叫什么 叫麻辣香菇火锅底料啊 到底是麻辣香菇还是火锅底料 大家来吧看看跟刚哥一起来 还起来 先把这四个 四个手一定要注意手法 你知道吗 一定要用 这个火锅底料我们能不能全放呢 我真不知道 大家说全放还是放一半 先先先先放着来啊 先放一半 我我我我真后悔我应该先把料放进去再放水呀 有时候就这么虽呀 虽不怕 怕的就是不虽 虽然见了一身一地啊 但是没办没没没没事 自己的车 自己的 我想作为 最近的经历 这火锅底料我明天还想吃呢 我看看这是个个无度啊 我 一顿先吃个爽 再来 因为我的牛肉还有一点 那对 先把火关了先把火关了 太烫 我 我 还蒸汽能把人手的蒸成啥 又坏了我忘了 二顿喝的哈 这个大红薄的火锅底料啊 感觉不爽感觉挺爽 好火开了 这个呢先把咱们先把这个这个火锅底料先先给他搞明白 因为搞不明白的时候到时候弄的车哪都是啊怎么明白 哎对 看哪 刚哥的手法 左折一下 又折一下 折成了三角之后呢干嘛 咱们有个 咱们有个关键的小神器啊 看刚哥很多小神器还记得刚哥的小神器 还看着啊这个家的往日一样 哎往那一放 可以了咱就什么 咱把咱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这是什么优秀优远新的啦 来喝口酒兄弟们 吃了个半饱啊 现在我给大家来这个新的黑暗料理啊 首先是一块牛肉 然后呢紧接着我没有哎呀天呐 完了关火呀 这就要做什么 有计划不乱所以说没有计划就乱七八糟了啊别把酒碰口了 为啥我打开这个桌子呢 打开桌子还能用头顶上 为啥用头顶上呢 因为我要用手拿出这个 扎菜 还能保持保持锅的平衡 锅的平衡 这时候再把火开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料理呢做一个非常牛逼的料理啊就是牛肉 炸菜 牛肉炸菜 卷大饼吧 首先大饼一张放在这里啊 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哎呀 炸菜来上三五个少许啊不要太多啊千万不要太多啊 因为炸菜只是调味的 因为咱们要不知道要吃几张饼吗对不对咱们可能要吃好多的好多让饼 好之后呢 往这一煮那就熟了 就关火就行了 但是我给大家的意见 还是酱油锅的吃出来的牛肉嫩 这锅我不知道为啥 像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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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麻辣锅一煮出来的牛软稍微一煮就老了 稍微一煮就老了 还把这把这 这牛肉 夹在这 哎这样这样说 夹着吃啊 这时候有时候有些同学没有说了 你这看上去不行啊就是肉和啥来来来来 刚哥的小神气 点缀一下点缀一下点缀一下 两克 两克是不是觉得有点 不对头 来三克来三克来三克 三克 这时候的吃饭的吃法那就可以不一样了 这要包起来 因为你包起来肯定点回漏啊 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就是一种 贼爽的吃法 嗯 嗯 哎呀 这时候咱们吃饭的 咱们吃饭的 啊 嗯 嗯 嗯 来 包饼包炸菜 你要有那个青菜来点青菜,我没青菜,我来点西红柿 味道真心不一样,比那干吃肉爽多了 嗯 啊,谁听谁听谁听 你别想吃小番茄啊 有甜味 他可以中和那个 炸菜的辣味 麻辣香锅的辣味 给你种回味 每天都给大家解锁新的食物 这个食物怎么样 刚搁牌 牛肉 你剩你给我牛肉饼 如何 嗯 开火开火,再来一会儿 来,做一口做一口,这口酒没了啊 还有一点 帽子汤干不了 干了再来一片 没人给我喊,一口一口慢慢喝 我现在就不解啥呢 我这肉还有三片六片 我觉得呀 留到明天吃 留到明天卷饼说呀 卷饼你不想吃肉吃那么干干,干不拉他的你知道吗 吃着都挺舒服呢 哎对,那我行了 简单了 我再拿出来肉 再卷饼好不好 会不会呀 这回的我们与众不同的是这回呢 我们站着干清 自己吃啊 怎么吃的爽怎么来啊 站在你之前的我先来点这个老来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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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干嘛来点这个 乌鲁炸菜 乌鲁还是蒲林 还是培林 随便啊 大家知道我在吃的是麻辣香鲜的炸菜就行了,乌姜牌的 乌姜牌的 乌鲁好炸菜 这个这个我个人建议啊,自己酌情添加,但是千万不要多啊,多了就成炸菜味的,少了好像就是那个调点味就够了 然后这层牛肉了,放上去的时候,把鸡蛋汁裹上去啊 大家千万,这鸡蛋裹上那层,你很热乎乎的 这时候什么 我跟你说的剩余果绝对不,绝对不同啊,你不摆这剩余果是不一样的 跟你说 一定要摆三个剩余果 如果大家没有剩余果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用,我觉得可以用那个 用其他的东西代替呀 好吧 但你们其他东西代替能不能吃出刚刚这味的,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 那我就不管了 看哪 这个剩余果是第一口啊,肯定是要被吃掉了 为什么叫剩余果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有人说这种小番茄就要剩余果,我就叫他剩余果,剩余来吧 我是真心得劲啊 我是真心得劲啊 肉 剩余果 嗯 啊 最后没吃到剩余果,咬一半 嗯 大家要想吃饭吃一下 为大家两个建议啊 第一个建议就不要正顿吃饭 我感觉我有点像神仙啊,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饭,兄弟们 偶尔饭的时候天天随便吃一口 顶顶啊 我吃一个小蛋糕啊 吃个小番茄啦 来点小橱片啊 但有可能这不是养生之道 我觉得养生之道就是什么 饿了是 困难睡 啊 千万不要不开心 你叫开开心心的活 对不对 吃什么并不重要 就是 看开心心的活 是不是 啊 说 两张饼够不够 我也不知道 我晚上两张饼吃完再回来 还就像拍 帽子时间有点长 因为每次你要把拍什么,我能看点时间 卡个二分钟行了,要再吃快 再吃快了吧,我吃不下去,我再吃快,我吃不住啊 就慢慢吃 吃了慢,没到可吧,又又半小时多了,就觉得没意思 所以说我就觉得 吃完蛋糕,好吧 嗯 我把这个圣经会咬成一半,有原因啊 吃完蛋糕 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味道不一样 有功夫啊,再把他生意我一到二,一到一到一到一分为二 也会有个更好吃 吃完蛋糕 吃完蛋糕 嗯 嗯 嗯 啊 我觉得今天就吃了 咱们吃了差不多十块牛肉啊 你要问我现在饱没饱 我坦然没说没饱 但是因为是晚上了 明天还要一早起床 吃个苹果 就这吧 感觉今天虎头蛇尾啊 不管虎头蛇尾还是怎么样了 冬天呢 开卡车的真的很夸张 只要下面是雪啊 兄弟们 就是一个字嘛 两天路程三天开 一定要多加一天 轻轻松松 而且这边冬天雪路开的时候多加一天他们不会说 牛肉 我把他放在我那个保鲜袋里 明天吃 明天继续来咱的 圣女果 肉家饼 就圣女果牛肉饼 我给他取出出错了 刚哥的独家秘方 有空啊 尝尝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记着刚哥的 菜谱啊 圣女果牛肉饼 喜欢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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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